263.香港經濟日報 病人自備住院服馬麗達士達辦 2015年7月22日港民A24馬麗醫院無微菌爆發 懷疑污染源頭是深灣洗衣房 當局今日起全面回收該洗衣房處理的皮泡衣服 正盡力尋找替代洗衣公司 院房不建議病人自備住院衣服 但病人或家屬若堅持 亦會特事達辦 港島西醫院聯網總監陸志聰作接受電台訪問指 由今日開始 當局會全面回收由深灣洗衣房負責15間醫院及機構的所有皮泡 並停止在在深灣洗衣房處理皮泡 直到調查小組公布報告 皮泡專家柴灣洗衣房陸志聰指 深灣洗衣房處理醫管局13%的洗衣量 當局會先安排把授影響醫院的高危病房被複轉交到柴灣洗衣房處理 當局發現在三星期內出現兩宗無微菌個案後 已馬上追查源頭 上週六十八日 檢驗少時洗衣房的床單 翌日開會將以解決方案 至於為何其他醫院並無發現感染無微菌個案 陸志聰說 相信與嚴重病患者都集中在瑪麗醫院有關 對於有病人希望自備匹復 陸回應 當局以為高危病人提供以通過檢驗的衣服 家屬自行攜帶衣服給病人並不適當 因為無微菌在許多地方都存在 因此不建議高危病人自備 他又指 如果病人需要抽血 穿銳激的衣服會較方便 以免影響治療 陸志聰補充 這段期間 醫院會向一般病人解釋風險 但如果家屬仍擔心 堅持自備匹復 醫院會特事特辦 醫院有藥物治療無微菌 市民若有嚴問要和醫會人員多作溝通 醫管局成立獨立小組調查無微菌事件 由廣大李嘉誠醫學院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 袁國勇出任主席 成員包括瑪麗醫院內科部門主管呂過為醫生 醫管局總行政經理 業務支援及發展 吳和貴 以及圈繁療鬧中心首席醫生 劉幸病學 杜美琦 總行政經理 遇到醫院下 排附